為了積極推動藝術與科技的結合 駐西班牙代表處 特別與西班牙馬德里 現代數位科技影音藝術結合作 邀請臺灣著名視覺藝術家吳天章 以個展方式展出他極具代表性的 錄像裝置藝術作品 那麼在開幕展當天 吸引了許多西班牙愛好 藝術的人士前來參觀 成功宣傳臺灣的軟實力 駐西班牙代表處在馬德里 著名的藝文場所康德杜克文化中心 邀請最近參與著名威尼斯雙聯展的 臺灣視覺藝術家吳天章 以各展方式參與馬德里現代數位 科技影音藝術節 開幕師當天在主持人的影言中 駐西班牙代表柯森耀 首先致辭 現場並放映 介紹吳天章作品影片 這次吳天章除了展出作品外 也應邀成為大會評審團成員 並將在大會中發表專題演講 這次文化部跟駐西班牙的代表處 幫了很大的忙 我們有個很好的場地 然後有個策展人 然後在這裡很完美的呈現 臺灣的當代藝術 那我的作品比較偏向錄像跟魔術 跟動態的影像的一種模範的劇場的表演方式 我在這裡希望能夠把臺灣的美學 臺灣的世界藝術當代的 然後跟西班牙交流 讓他們看到臺灣是一個藝術 發展得很好的地方 隨後吳天章親自導覽他幾具代表性的 錄像裝置藝術作品 包括《鸾》《難忘的愛人》《心所愛的人》 《再見春秋閣》及《蝦子摸象》等 現場更提供服裝道具 讓參觀民眾參與其中拍照留念 吳老師的作品它是可以很真實地反映了臺灣 我們的民間的或者是他成長經驗 基隆那邊的一些所謂的台客的文化 但是他用像現代的科技的技術來做這個東西 但是不同的是他的東西作品出來 不是冰冷的作品 而是富有溫度的有歷史回顧 或者是一個批判的一些作品 馬德里現代數位科技影音藝術節 在活動期間除了播放錄像創作 也有競賽單元 並頒發最佳創作獎項 以鼓勵藝術新進創作 最後在開幕酒會中眾人熱絡交流 不僅促進藝術工作者的經驗分享 也成功宣傳了臺灣 在藝術文化方面的軟實力 臺灣宏觀電視張以立 西班牙馬德里採訪報導